2008年 那个时候是民进党最困难的时候 可是Z8还有我们工程界的朋友 尤其是我们土木祭司们 一路情谊相挺 让我看到了真的很高兴 也很感谢 过去小英三年的执政 开始是和工程界变好了 如果以一个工程量来说 用两亿的工程已经达到了千亿的工程规模 我跟你说明年我们的工程量又会很多 蔡英文的政府这三年多来 应该是一个让我们工程界最忙的政府 我们带动了很多营造土木建筑的需求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几年 打下了很好的一个投资环境 第一 政府有决心 政府也愿意解决问题 第二 我们的人才遍布在各个的产业里面 第三 非常重要 我们有民主有自由 我们社会是稳定的 这个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心理投资的地方 政府会制造更多的机会 让大家有更多的业务 更多的赚钱 我们可以照顾老人家 也可以照顾小朋友 也会让年轻人有更好的 更多的就业机会 所以再给蔡英文四年好不好 好 再给蔡英文四年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